各国掀起访华热潮其实说明了中国在解决国际问题和各国利益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至于中美之间的两子 仅凭释放访华意愿的信号和派起路人马探路 多国和多位欧盟政要希望访问中国 而美国总统拜登却被中国拒绝了通话 随后美国便派出两路人马来话 先说下这两路人马 一路是华自强带队 一路是世界银行行长提名候选人彭安杰 白宫近来不断对外放出风声 国务卿布林肯 财政部长耶伦 还有商务部长雷蒙多 都在寻求访问中国 而美中国组负责人华自强的访问行程 与美国的表态高度吻合 说明了华自强确实在为更高级别的访华铺路 华自强身份可不一般 是美国副助理国务卿 还是美国国务院 中国协调办公室的负责人 按理说这种级别不算低 不过目前来看 中国对于华自强来华探路的行为 表现的有点缺乏性质 并没有派出高级干部进行接待 华自强的行程很低调 先后走访了香港 上海 北京这三个地方 与学术界人士 商界代表 就中美关系进行交流 此外可能也见了中方人员 但关于这点并没有更多消息 华自强一行不像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外交访问 否则按照惯例 中美双方一般都会择期公布行程 而不是等到访问快结束 才有媒体后知后觉的得到消息 而中方的负责人对华自强一行定义仅为友好团体 其低调程度 与之前秦刚外长所描述中美关系 春寒料鞘的基调 不谋而合 友好团体称呼中的友好非比友好 所谓的中国组 全称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 此成立起就不是一个对华友好的组织 这个办公室 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亲自设立 职能并不复杂 主要负责在全球范围内 搜集与中国有关的情报 为拜登政府建言献策 并做好后续与盟友的多边沟通工作 从历史上来看 只要是美国针对中国成立的组织 都是一个目的 那就是阻碍中国的发展 不管是50年代的12国研究小组 额外措施委员会 还是之前共和党的中国特别工作小组 国务安全部的中国工作组 名字不一样 但目的都差不多 华自强作为布林肯的心腹 顶着一个敏感的身份来话 一是削弱无人飞艇事件 给布林肯访华造成的障碍 二是试探中国 从而制定更加详细的对话策略 这是华自强作为中国组组长的职责和使命 不过话说回来 布林肯和华自强确实有点过于理想化了 一边批评中国不接电话 提出访华诉求 一边对中国14家企业进行打压制裁 在中国看来 这种行为明显缺乏平等交流的政治前提 华自强一行被降规格对待 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中国小组在现行美国框架下 不论是协调对抗还是管控危机 注定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 想比中国小组入华隐晦的意图不同 彭安吉来访的目的更加明确直接一些 目前美国国内通胀高企 债务危机 金融动荡 经济正面临严峻考验 特别是硅谷银行的闪崩 美国金融系统面临重蹈 雷曼时刻的风险 反过来再看中国 正在加快抛售美债 截至一月的一年内 中国也大幅度清算了高达17%仓位的美债 中国现持有的美国国债还不足8000亿美元 这无疑令美国非常担心 彭安吉即将来华的目的 明显是希望中国停止抛售美债 甚至想要得到中方的援手 帮助美国度过这次危机 不要忘了彭安吉的身份 是世界银行行长提名候选人 世界银行可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人畜无害 用各种借口打压中国 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特朗普就曾借世界银行之首 想把中国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 停止向中国提供低息贷款 美国利用世界银行 截留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资金 造成世界贫困人口不降反升 却反采说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 造成了沉重负担等等 彭安吉作为拜登的亲信 在他上任世界银行行长后 对华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 只是手腕和策略上 是不是更激进的区别 彭安吉以世界银行行长候选人的身份来访华 其实是想避开中美关系 春寒撂翘的束缚 来与中国沟通 同时让中国找不到拒绝彭安吉的理由 这暴露出了美国在应对经济焦虑过程中 陷入一种自我矛盾的状态 既放不下对华竞争的框架 又想求中国办事 所以彭安吉这一步棋走得有点操之过急 我们前面提到了雷曼时刻 其实美国现在遇到的情况 有点像2008年奥巴马的对华政策矛盾 当时奥巴马就在玩接触和遏制的平衡游戏 但次贷危机打断了这个平衡游戏 奥巴马在转移通胀失灵的情况下 不得不选择与中国展开合作 中国通过积极收购美债 向美国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货物 帮美国度过了那次危机 所以这次美国也希望中国 像08年那样快速出手 停止抛售美债 甚至希望中国再次慷慨解囊 大量购买美国国债 帮美国从这次危机中解脱出来 但问题是 中国是吃过美国的大亏的 当时中国刚帮助美国摆脱危机 美国就突然宣布加息 让中国的外汇储备全部缩水 有了这个前车之鉴 美国还想再次利用中国为美债买单闹呢 所以彭安杰要想访华 中国政府大概率也不会感兴趣 主要原因还是美国缺乏求人的姿态和诚意 接触和遏制 已经不能平衡现在的中美关系 中国早已经不是15年前的中国 其次 美国每次访问都暗藏玄机 中国用什么样的态度和规格接待 背后都没有美国的伏笔 第三 在中美对抗的格局下 想让中国再次入坑的条件 其实已经不具备了 各国掀起访华热潮 其实说明了中国在解决国际问题和各国利益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 至于中美之间的两子 仅凭释放访华意愿的信号和派起路人马探路 是解不开的 目前美国银行危机影响仍在持续发酵 引发美国和欧洲银行业及金融体系持续动荡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财政部长耶伦 针对银行业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说明 美国缺乏对抗危机的创新办法 而在通胀与金融稳定之间 美联储很难抉择 美国很有可能因为加息而使经济陷入衰退 所以说这次银行危机带来的风险 还远远没有结束 银行危机加重了美债市场的风声鹤唳 中国增购美债的可能性很小 何况美国去年以来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 把俄罗斯银行踢出了Swift的系统 还没收了俄大量美元资产 相信没有国家愿意陷入美国政治正确的资本风险之中 相比美国疯狂印钱激进的加息政策 以及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问题 中国的货币政策明显更加稳定和可持续 这对于被美欧银行危机影响过的许多投资企业而言 中国是非常可靠的逼方港 从国际视角来看 各国的访华热潮是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一次再确定和再认可 从而将带来加快国际资本向中国倾斜的速度和力度 这可能是中国提升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又一次巨大契机 在这种巨大机遇下 中国借机城市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和扩大开放 成为势在必行的一步 channel.com flesh BAR 词 5